第891章圣千语真怒 诗 在这刹那之间 林霄已然感觉到 一股莫名的力量 附在了他身上 那司空剑的五皇威丫 顿时消散而去 而这股附在他身上的力量 顿时将他猛然向侧方推开 苏 同一时间 一把长枪 忽然从天而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插在了林霄眼前的地面上 丁 对一阵铿锵大响 司空剑的剑气冲击在了长枪上 而后被震散了开来 林霄的身体 刚好也被移开了一个位置 就算长枪来不及阻挡住 那剑气 也无法冲击到他身上 而紧接着 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立在了林霄的眼前 这道身影 身穿棕袍 体格健壮 长发花白 笔直结实的身材立在前方 就仿佛是一柄长枪一般 铿锵有力 威武不屈 身上隐隐散发着盖世战者的气息 各有若无的武皇威压 令人心生敬畏 望着这道老当义壮的威武背影 林霄心中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有这位老者出手 否则的话 他的丹田 恐怕真就要被废了 在司空剑面前 他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宗主 此时 枪龙宗的武皇长老 竟然出生 他也料想不到 司空剑会直接对林霄出手 根本来不及出手阻拦 见得枪龙宗宗主出现 心中也为林霄暗松了一口气 既然宗主来了 那林霄的危机 便可以解除 否则就算他想拉拢林霄 落入枪龙宗 恐怕也很难阻止司空剑 其他宗门的武皇长老 也纷纷暗松一口气 因为剃到圣灵脉的缘故 他们也并不希望 林霄当场就被废掉 他们也自然可以看得出 司空剑在针对林霄 有先斩后奏的意思 既然枪龙宗宗主出手阻拦 那么 后续之事 想来也不用他们扯开颜面 来与司空剑对抗了 他们也很想看看 这个一百年前得到圣事令的天才 与两百年前得到圣事令的天才 会如何交锋 此时 被司空剑化形建立 皇震退的子皇和林霄 也纷纷冲到了林霄的身侧 与司空剑对峙而立 而听的枪龙宗武皇长老的话 林霄心中则一阵吃惊 对于这位以枪为兵的武皇强者 早有猜测 不过并未确定 他也想不到 这位与司空剑齐名的枪龙宗宗主 竟然会出手救他 不过无论如何 他心中都颇为感激 司空宗主 如此急促递对一个晚辈出手 是不是太没有长辈风范了 东方开元对着司空剑说道 与气耿直吭腔 既已确定是叛族之人 为何不能出手 司空剑脸色微微一沉 望着东方开元 双目中露出蜂蜜的光芒 东方宗主 司空宗主出手 有理有据 出手也并非鲁莽 圣千鱼也开口附和道 本来 眼见林霄就要被废掉 免除后患 至于林霄是不是烈化 圣士强之人 那是后话 可这个时候 东方开元竟然出现了 阻止了司空剑的剑气 现在想要再出手 恐怕难了 除非有足够的证据 有理有据 证据在哪里 东方开元反问一声 直接道 我也不想多说 在圣士令生出动静不久 我便到达了圣士墙 一直潜伏在暗中 在圣士墙被炼化后 我便与炼化成墙之人 已经交过手 那人实力不弱于我 岂会临消一个 五尊境界的小辈 你与炼化圣士墙之人 交过手 圣千语一经 连忙问道 其他人也纷纷吃惊 东方开元点头道 没错 不过 我并未能拦下他 他蒙着面 也并未看清相貌 那人又动用何种力量 司空剑问道 不弱于东方宗主的强者 恐怕整个东南域 也只有我们八大宗门的宗主了吧 那人动用的力量 并非任何宗门的力量和功法 东方开元摇头 如实说道 用的是实质属性的力量 文言 众人纷纷一经 实质属性的力量 那岂不是跟林霄的力量相同 不过 以林霄的实力 不可能拦接下东方开元的任何一击吧 果然是石化力量 司空剑双目微微一凝 冷声道 东方宗主 这种力量 恐怕有生以来 你我都未曾见过吧 说着 他便指向了林霄 道 而此此 修炼的 正是实化力量 现在 你还觉得 此事与林霄无关 东方开元 眉头一皱 冷声回应道 他拥有实化力量不假 不过 区区一个五尊的实力 岂能与我相抗 东方宗主 林霄是没有这个实力 定然另有贼人 不过 林霄既然得到这样的传承 恐怕 与那贼人脱不了干系 此时 圣千语开口了 语气当中 带着浓浓的怒意 其双目冷视向了林霄 道 林霄 将那个人说出来 我们尚且可以对你从轻处罚 林霄神色一鸣 说来说去 又将这个罪名 落到了他的头上 这种功法 我只是在古迹中机缘所得 并非得到什么前辈传授 林霄语气镇定的回答道 而且 若真有什么关系 我与他谋划盛世强的话 我岂能还会继续参加东南狱青年会晤 若真有关系 方才 他也会现身 还请圣皇和诸位明查 林霄并没有将识人之事说出来 否则的话 越来越解释不清了 圣千语的脸上怒意更盛 如今的他 并非因为林霄修炼邪恶力量 想针对他那么简单了 而是 他已确定 林霄定然与那人有关 破坏圣家的万古基业 便是与圣家有不共戴天之仇 圣千语双目怒视着林霄 声音无比阴沉地道 我圣家 守护了圣世强无尽岁月 如今被破坏 我圣千语 乃至我们整个圣家 都成了万古罪人 破坏圣世成者 与我圣家不共戴天 今日 无论如何 我们圣家 绝不会放过任何与破坏圣世强 都有关之人 圣千语越说越怒 既然你不肯说 那就休怪我等不客气 说着 圣千语摆了摆手 对着旁边的那名家裁判老者道 圣明长老 去将岑康大师请来 名为圣明的裁判老者点了点头 而后便是掠出了广场 第892章强行动手 岑康大师 那个数年前冲击七品林控师失败的六品高级林控师 岑康大师不是冲击七品林控师 境界暴脑而亡了吗 他怎么没死 难道岑康暴脑而亡的消息是假的 岑康还活着 岑康不会突破到七品初级林控师了吧 如果突破到七品初级林控师 定然会待后背参与东南狱青年会晤 不可能这么低调 此时 有五黄金腻了起来 在场上了年纪的老者 也纷纷诧异 在东南狱 岑康大师的名气 道也不小 要说东南狱第一林控师也不为过 少不了各大势力的拉拢 数年前听闻冲击境界失败暴脑而亡 没想到竟然还活着 冲击七品林控师的六品高级林控师 文言 清白萨眉头力晓了起来 兼不说是不是七品林控师 六品高级林控师 能力就很可怕 对他施展长期控神 或者直接对他搜查神石都没问题 若是七品林控师 甚至都可以控奴 永久的控制一个人 圣千语去叫这么一名可怕的灵控师 难道是想对他对控神或者松神 圣皇你这是何意 听得岑康的名字 子皇忍不住开口问道 东方开元也皱起了眉头 很简单只要对灵霄控神 让他实话实说便可 圣千语直接说道 只是对他短暂控神 不是松石不会查探到他的任何秘密 而且以岑康大师的实力 控神绝不会出错 不会出现任何精神是海破损的情况 说着圣千语朝着灵霄看了过来 灵霄若是你与此事无关的话 就主动让岑康大师短暂控神 证明自己若你是清白的圣家 会补偿你 如若不然就是你心中有鬼 在撒谎 圣千语的目光中泛着阴冷 如果我不让控神 就是我心中有鬼 在撒谎 灵霄微微一愣 一股怒一油然而生 难道圣皇不知道 对一个人进行控神 就是对他的侮辱吗 我灵霄 会晤出榜第一人 会晤中榜前列 乃至会晤中榜第一个天才 圣氏令持有者 将来成就 不说超过灵剑宗宗主和羌龙宗宗主 恐怕也不会差得太远 我行德正做德职 堂堂正正 岂能受这样的侮辱 灵霄声音滚滚 带着浓浓的怒意 向圣千语质问 文言 众人都纷纷惊愣 灵霄的魄力 果然不一般 敢对圣皇如此大声质问 不过 灵霄说的也的确是事实 四重武军境界的杨修 都被灵霄击杀 这会物中榜第一 也差不多落在灵霄头上了 以灵霄的天赋 如果不陨落的话 将来的成就 恐怕都不会下于司空剑和东方开源 将来也会是站在东南域顶峰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 若是在东南域青年会晤上被人控神 确实是一桩令人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 没错 天才都是高傲的 控神对于他本身可能影响不大 但 是在错锐一个天才 甚至可能产生心魔 让他的虔诚毁于一旦 此举并不妥 东方开源也摇头反对道 何必说的如此严重 真正是天才 岂能受短暂控神而产生心魔 圣千语反问道 而且 林霄就一定会与烈化成墙之人无关 正是墙被烈化 若不将幕后之人揪出 难料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若是整个东南域人族遇到危机 谁能够承受 拥有石化力量 与烈化成墙之人 十有八九有关系 施展影响不大的控神 你们为何反对 难道 你们就不怕终有一日大祸临头 如果你们执意要阻拦 那就别怪我们洞墙了 想来 不少人应当会站在我圣家这一边 说吧 圣千语上前两步 身上有一缕气势散发了出来 即便面对东方开源 也丝毫不必让 司空剑也同样上前两步 灵力的气势散发 明显是要站在圣千语这一方 东方开源和紫黄三人眉头皆是一皱 这里是圣世成 在圣家的掌控之中 说不定还有什么阵法 而且 司空剑的实力深不可测 加上圣千语 他们都有可能不敌 只要被牵制 灵霄就难以护住 更何况 行黄 断黄 罗黄等人 恐怕都不会袖手旁观 其余武皇 有可能都站在圣家一边 但很多人 恐怕为了避免引火上身 更有可能都会保持观望 要真动其手来 他们便会陷入烈石当中 诗 正当圣千语和司空剑一缕气势散发 将东方开源和紫黄灵霄的注意力引开之时 灵霄便是感觉到 有一股强大的灵石 冲向了他的眉心 欲冲入他的脑海当中 控神 灵霄一惊 连忙提起了十倍的精神 脑海中灵力涌动 催动出灵能 涌向眉心 阻拦向了那股灵石 不过 这灵石 太快太强大了 直接破开了未能汇聚太多灵能的防御 直接冲破了阻挡 渗透了眉心 正要冲入灵霄的脑海当中 灵霄大害 吃 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股不知道哪里来的莫名力量 忽然在他眉心烧入里位置震动 猛然将这股灵石震散了出去 灵霄的眉心 有一丝鲜血溢出 不过好在 伤势不算严重 那股灵石 也被震退出去 否则的话 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被搜神 甚至长期控神都有可能 不想也知道 对他动手的人 定然是岑康无疑 他现在才明白 圣千语根本就不可能商量着要他们同意 而是 要引开东方开源己人的注意力 想要强行动手 灵霄脸上 有一股冷汗冒了出来 涌来的莫名力量 应当是东方开源施展的无疑了 还好出手及时 如若不然 被控制将他炼化盛世令和盛世墙一角的事情说出来 那就死定了 哼 冷哼一声 东方开源将插在地面上的长枪抓起 一阵铿枪之声响起 身上无匹的气势绽放而出 可怕的武皇威压充斥八方 滚滚的战役弥漫而出 烈化城墙之人 并非林霄 强行动手 不顾各方势力定下的规矩 今日 我就要将林霄带走 我看你们如何拦我 东方开源声音铿锵嘹亮 战役高昂 有一夫当官万夫 莫开之事 我们也决不容许有人强行对林霄动手 察觉到了什么 林霄和紫黄两人身上 也有可怕的气势散发而出 第893章一遍再生 众人纷纷吃惊 难道 东南欲最巅峰的两批武皇强者 要大战在一起了吗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呜呜呜 一阵沧桑古老的号角忽然响了起来 声音滚滚 如古老战歌 四念经诵佛 又如世界末日来临般的哀嚎 充满了沧桑神秘悲悯 又带着尸死般的战役 声音莫测 瞬间响彻天地 在广场的远处高空 可见一个巨大的黑芒号角凝聚成形 与此同时 四面八方 有一道道光芒冲天而起 直射天际 耀眼的光芒 犹如神光普照 照射整个盛世城 莫名的压抑 笼罩八方 整座盛世城地面 也隐隐颤动了起来 空 随即 一阵轰轰大响 在城门右侧方向 滔天的气狼汹涌澎湃而起 只听声音 便知晓对手有多强大 什么 圣千语大惊 立鹤道 请诸位请助我一臂之力 说吧 圣千语第一时间朝着 打斗动静传来的方向暴力而去 抓 抓 抓 一道道身影 皆朝着城门右侧方向暴力而出 有些武皇甚至都已经取出了虚空剑 此空剑也毫不犹豫第一时间追了出去 唯有在与东方开源几人对峙 圣家的大量人马 以及当场无数人 也纷纷朝着动静传来的方向冲去 圣士城意向再次激发 恋化圣士强之人再次出现 抓住恋化圣士强之人 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众人也都很好奇 这个恋化圣士强之人 是何方神圣 那石人族强者又出现了 林霄也一阵惊愣 只有他心里清楚 能够恋化圣士强的 定然是那位石人族强者 他也不得不惊叹 这石人族强者 还真是胆大 这次会晤 有一名武皇随时待在城墙上巡逻 其余武皇都提足了十分的警惕 随时都会倾巢而出 这个时候竟然还敢前来 再次恋化圣士强 不过也好在这石人族强者出现了 否则司空剑等人真要出手 他的麻烦可不小 走 东方开源也轻和一声 便是浩荡出一阵狂风 将林霄也朝着动静传来的方向席卷而去 林霄和紫皇跟随 紫金晨 林虎和紫灵等其他人 也纷纷冲出 很快的时间 动静发出的位置 已然出现在了林霄的视线当中 此时只见 前方城墙 已然出现了一个数十上百里的缺口 数十上百里的城墙 消失得干浅静静 一名蒙面黑衣人 正在向远处飞冲 林剑宗的武皇长老 司空剑和圣千语追击在其后 蒙面黑衣人速度奇快 比己人还要快上一丝 不断东躲西闪 任得己人的力量不断击空 轰击在地面之时 激起一阵阵滔天的气浪和力量波动 地面一阵阵颤动了起来 武皇之力 恐怖绝伦 而带的由武皇催动虚空剑追击之时 那蒙面黑衣人左右拳头不断轰出十字般的石化力量 与催动虚空剑的武皇轰出的力量对轰在一起 发出一阵阵浩瀚如海般的力量流波动 而后 蒙面黑衣人自己 也取出了虚空剑 没有被包围 此空剑和圣千语 以及其他武皇 也皆纷纷取出了虚空剑 向前追逐而出 林霄心中一阵吃惊 这十人族的强者居然变得如此强大了 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就将数十上百里的盛世强烈化 在四重武皇境界的圣千语和司空剑 以及数十名武皇追击之下 竟然还能游刃有余 向远处逃离而去 只是不知道 这十人族强者会不会被一群武皇拿下 当然 这已经不是他能够关心的问题了 此时 他已经被东方开源席卷着冲出了盛世墙外不少距离 而后只见得东方开源将一枚特殊的令牌朝着他扔了过来 里面有我一道战印 若遇危险 捏碎他 说吧 东方开源便是踏着虚空剑 犹如化成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消失在天际的众人追击了过去 武皇战印 林霄一惊 一手将令牌捏在了手中 紫皇和林霄这时停顿了下来 目光在周围扫视了一眼 见得所有武皇都已然追击而去后 望了一眼林霄 而后望了望后方追来的万象阁众人和紫玲玲虎几人 紫皇对着石金斗说道 石阁主 林霄几人 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 我们万象阁要是那么弱 早被其他武皇给灭了 保护几个小辈 还没问题 石金斗语气肯定的回答说道 万象阁阁主也点了点头 当即 紫皇和林霄方才取出虚空剑 朝着一群武皇消失的方向追击而去 有东方开源的武皇战印 和万象阁的庇护 其余武皇又接出去 想来也没有人能够动得了林霄几人 不少武军强者 也好奇的追逐而去 有一些九重武军强者 甚至都还有虚空剑 林霄则是停留在虚空中 没有再向前 武皇级别的追逐 他也插不上手 而且 林霄威宁的目光 朝着周围扫了扫 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飘逸老者 出现在不远处 目光朝着他看了过来 正位老者恐怕年纪已经上百 相貌普通 发丝花白 但却给人一种精力充沛 精神奕奕的感觉 丝毫没有一点老太之感 那位六品高级林控师 林霄眉头一皱 一下子就将此人身份猜测了出来 手中捏紧了东方开源的令牌 随时都要将那块令牌捏碎 六品高级林控师 随时都可以敲无声息地对他施展控神 甚至长期控神 乃至搜魂 这种人 太过危险 此时没有东方开源和子皇等人 若是对方再次动手 将无人能够救他 唯有一个办法 便第一时间捏碎东方开源的令牌 激活武皇战印 那位六品高级林控师健壮 似乎也颇为忌惮 没有再向前靠近丝毫 此时林肖也在周围扫视了一眼 见得断家 行家的九重武军老者 以及不少穿着圣家服装的武军也在附近 眉头不禁微微一皱 武皇不在 此地 不宜久留 持阁主 我突然有所觉悟 想要闭关突破 这时 林肖对着石金斗说道 石金斗似乎明白了林肖的意思 目光在周围扫了扫 然后对着林肖说道 去万象阁交易场 那里有着万象阁请人布置的阵法 催动起来 就算是武皇 也不能轻易破开 林肖点了点头 他也可以听得出 石金斗的话 显明是在说给旁边的人听的 真假那就另说了 不过 确实也如石金斗先前所说 如果万象阁真有那么弱 那么大的生意商会 定然成为其他武皇势力的囊中之物了 随即林肖握紧武皇战印令牌 随着石金斗等万象阁的人马 朝着万象阁交易场快速掠去 没想到万象阁在盛世城的交易场 还有那么大的手笔 盛家一名老者皱了皱眉 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林肖手中有东方开人的战印 我不能轻易动手 万象阁所谓的阵法 也不知真假 盛南长老不知道要不要派人前去万象阁交易场 曾康传音问道 您为盛南的老者摇了摇头 万象阁不简单 要去也不能轻易暴露身份 否则麻烦不小 此事容我在中密筹划 第894章盛世城的悲哀 很快的时间 林肖便是与子林等人 回到了万象阁交易场内 而且便是在万象阁交易场的三楼房间内 因为林肖提出要闭关的缘故 石金斗为他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 当然交易场的四周 都固满了万象阁的高手 阁主副阁主都在交易场内 若是有人前来刺探 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且其他人也并不知晓 林肖具体所在哪个房间 郑家既然你们如此针对我 那么我练化盛世强 也不用自救了 林肖双目微微一宁 按道 现在我便趁机再练化一次盛世强 说吧 林肖便将子林当初赠送的第二枚逆行单服下 一练化 他的身形便是消失在了自己的视线当中 之所以快速离开人群 除了避开各方势力的威胁外 他还准备趁机去练化盛世强 所有五黄金外出 正是他练化盛世强的好时机 既然盛家想要针对他 那么他也不用客气了 身体逆行 有天眼隐藏气息 再加上先前的经验 林肖自信 就连万象阁内警惕守护的众人 恐怕都无法查探出来 随即 林肖便是将窗口轻轻打开 而后林立空即悄然飞出 再次合上窗口之后 整个人谨慎地离开万象阁交易场 朝着城门的左侧城墙方向飞略而去 唯有多久的时间 林肖便是来到了城墙上 此处 正是上次时人足强者所练化 缺失数里城墙的位置 也便是城门左侧的位置 此时 大量人马都被吸引到了城门右侧 刚刚被练化数时上百里位置的缺口处 无数人还在观察探究 而且 盛世墙印象还没有消失 那烽火台上冲天的光芒 还未散去 只是在此处缺口处练化一块盛世墙 想来应当不会被发现 林肖立在缺口的左侧位置 目光在周围扫视了一眼 见得附近无人 心中常叹道 趁着现在炼化一脚 无黄眼被引开 倒也不用那么心惊胆战了 说吧 林肖便运转封天使手 一手按在了石墙上 诗 林肖的守海 仿佛惊吞牛尹般 盛世墙内的高级石质 化成滔滔滚的石器 疯狂地涌入他的守海之中 守海相当于我的原力九重五尊境界 这一次炼化 应当能够突破到相当于一重五军的守海 林肖心中暗道 九重五尊守海 便能击杀四重五军境界的阳修 若是突破到五军境界守海 可以想象 威力会有多大 然而正当这一刹那 一变突生 林肖赫然发现 他体内丹田附近 那无法察觉到的天眼忽然动了起来 从丹田附近位置开始移动 很快便是流动到了他右手石臂后方位置 而后 莫名的 他的封天使手突然停止了运转 他的石臂也忽然变回了生手人肉 紧接着 那天眼流入他的手臂 流转到了他的掌心上 什么情况 难道林肖顿石大惊 这天眼他根本无法控制 平日想要查探都查探不到 自从进入他身体之后 才有过一次发生了异动 那便是在猎化圆灵池之时 突然把圆灵池都给吸干了 而如今在动 恐怕 吃 果然 正当这个时候 林肖仿佛感觉到 有无穷无尽的石器 透过他掌心 涌入到了天眼内 这天眼在他掌心处隐隐震动 仿佛在欢快的狼吞虎咽一般 令他的手掌都一阵阵发麻 不过 让得林肖诧异的是 眼前石墙的表面 似乎毫无动静 圣石墙又开始消失了 是谁 是谁在炼化圣石城 快 快阻止他 而正当这个时候 在林肖右侧方向 也便是城门右侧方向数十上百里外 一阵阵惊喝的声音接连响了起来 距离虽然远 但那些强者滚滚的怒喝声音 仍然可以传到这里 紧接着 他便是听到一阵阵轰隆大响跟着响起 远处生出了滚滚的气浪和波动 浩大的波动和气浪 跟随着圣石墙围着的线路 一路升起 很显然 是一群人见的圣石墙消失又不见人影 在消失的位置一路轰击而去 林肖大响 圣石墙围着方圆千里的距离 他在这头恋化 而紧接着另一头的圣石墙消失 这天眼吸收的石器 该不会是从这吸收到那里了吧 果不其然 让得林肖更加惊骇的事情出现了 过十几夕的时间 只见得他的左侧方面 远远便是见到 圣石墙朝着他所在的位置消失而来 而且 速度越来越快 他只见了一眼远处城墙正在消失 眨眼的时间 便是消失到了他手掌位置 这速度 简直超乎想象 而那号角和光芒冲天的意象 也都全部消失了 因为 那些烽火台 也都消失了 很显然 都被天眼吸收了 这一刻 很多人都惊傻了 这消失的速度 他们根本就跟不上 那些胡乱攻击的人 也都惊傻了 没有再攻击 林肖则彻底惊愣当场 整个圣石墙 除了他右侧与城门连接的一面城墙 到城门右侧断口处 其余位置 包围着方圆千里圣石城的圣石墙 都被炼化了 也就是说 绝大部分圣石墙 都被他手中的天眼吞光了 只流出了一面城门 将比与包围方圆千里的圣石墙被炼化 先前被十人族强者炼化数里缺口 和数十上百里缺口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不知道追击十人族强者而去的圣千语 见到眼前的情形后 会是什么表情 恐怕会被气得吐血 气得暴跳如雷吧 不容他想 此时四面八方 圣家人马滚滚咆哮声音已经响了起来 声音响彻天地 仿佛要一处处咆哮传出的位置 都有人直接被药气炸了一般 赶快跑 林霄心中第一时间便立马按道 虽然他现在逆行状态 但要是有人太过接近被发现 那后果不堪设想 别说能不能承受圣家和在场无数人的怒火 就算侥幸逃过 等一群武皇回来 即便是羌龙宗宗主 也绝对保不住他 同时 林霄心中也是颇为无奈 他本想只恋化一小块 悄无声息 现在倒好 几乎整个盛世墙都要被恋化了 这动静 不惊天动地才怪了 而且 他自身根本没捞到一点好处 所有的好处 都被天眼给独吞了 而正当林霄要离开的时候 他心中忽然一动 目光朝着右侧与城门连接的城墙看了一眼 心中暗道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 第八百九十五章各位想见我 当即 林霄掠到了数里外的缺口 一手按在了城墙上 而后 几乎是以眨眼般的速度 这面城墙 同样被天眼吞吸了 连整个城门都消失得干前进进 徐罗在城墙上的队伍也纷纷四处飞掠 吼吼吼 阵阵惊天动地的怒吼声接连响了起来 这一下可真是什么都没有了 整个盛世城的城墙全部消失 在滚滚的怒吼之中 林霄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万象阁交易场暴掠 此事闹得太大了 没多久的时间 林霄便是回到了万象阁交易场 此时 万象阁外 万象阁阁主 紫金陈紫灵等一大批人马 已然立在虚空中 个个都在惊诧无比地观看着四方 也趁着一群人的注意力被引开 林霄谨慎地避开一群人 悄然回到了房间内 渐渐散去逆行丹药力 林霄的身形 也渐渐出现在了自己的视线当中 恢复了正常 这天眼 也太过可怕了 此时 林霄忍不住擦了擦脸上的汗 烈化围绕方圆千里的盛世墙 这简直难以想象 就算那太古石人族 恐怕都没有这个实力 这天眼 不愧是整个大陆上 最为神秘的东西 直到现在 他对天眼 也丝毫摸不着天眼的蛛丝马迹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天眼 似乎可以吞噬天才地宝 连十字都能够吞吸 而且 似乎是有多少吞多少 只是 上一次吞噬了圆灵池 还给他反馈了一些 这一次 吞掉了整个盛世墙 怎么一点反馈也没有 那天眼 已经从他的手掌内 流转到了他丹田附近 如石沉大海 神石都无法查探到 当然 实际上 林霞心底也害怕这天眼 再给他来个反馈 毕竟 整座盛世墙的实质 太过浩瀚了 随便反馈给他万千分之一 恐怕都会把他整个身体撑爆 也好在 这天眼 并没有反馈出来 林霞心底也暗松了一口气 上一次吸收完原灵池 没几夕时间便反馈 如今吸收盛世墙 已然过了好一会儿时间 想来也不会再反馈出来了 盛家的人 恐怕会疯掉吧 林霞心中又暗道 整个盛世墙消失 万古基业毁于一旦 毁得彻彻底底 一面成人都没留下 可以想象 盛家众人现在的愤怒的模样 阵阵怒吼声还时不时在四处传来 还有四处喧闹的声音 可谓是嘈杂一片 也可以想象 盛千语回来见到盛世墙 被毁得干钱静静的场景 那咆哮者 恐怕会惊天动地 林霞何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道老者怒吼的声音 忽然传了进来 嗯 林霞眉头一皱 是盛家的人心生怀疑 找上门来了 此时 万象阁交易场外 立在了交易场外虚空中的 万象阁阁主 紫金城 紫玲玲湖等众人 见得盛南带着一批人马怒气冲冲而来 眉头不禁纷纷皱了起来 林霞在闭关 盛南长老 此时来找林霞 所谓何事 万象阁阁主出声回应道 万阁主 别告诉我 你们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盛康寒怒问道 他一挥手 盛家一群人 把整个万象阁交易场外围包围住 不让任何角落有进出地方 健壮 紫玲紫金城等人 以及守在交易场四周的万象阁强者 神色纷纷凝重了起来 盛家这次 似乎不会太客气 万象阁阁主咒了皱眉 声音微冷地回应道 整个盛世墙消失 我们自然见得震惊无比 不过 林霞一直在万象阁交易场闭关 盛南长老若是想要将此事扯到林霞身上 是不是太过离谱了一些 至关重大 我们盛家 绝不会放弃任何可能的线索 盛南怒声道 既然林霞在闭关 那便请万阁主将他请出来 否则 我们很难相信 林霞没有趁机溜出去 毁了盛世墙 我可以保证 林霞并没有踏出万象阁交易场分毫 万象阁阁主道 不过 林霞现在在闭关 不可打搅 若中尉一定要查探林霞是否在万象阁交易场内的话 还劳烦中尉多等些时间 哼 如此大事 我们盛家岂会有时间在此浪费 盛南身上 有九重五军的强大气势散发了出来 若万象阁交易场不配合 那我们盛家只能强闯了 盛家众人身上 也纷纷散发出了强大的气势 在盛南旁边 那层康的周围 也有强大的灵力波动弥漫而出 各位稍安勿躁 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一道身影 突然从外围 朝着众人飞掠了过来 立在了万象阁阁主身侧 此人 正是万象阁副阁主 石金斗 很显然 石金斗是因为方才的动静出去查探了 见得盛家的人马朝着万象阁交易场前来 方才赶回来 不过 多一名九重五军 盛南根本不在乎 丝毫没有理会石金斗的话 挥手道 动手 盛家众人就要出手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从万象阁门口内转了出来 各位想见我 声音一传出 正要动手的众人纷纷停顿了下来 这道声音的主人 不是林霄是谁 望着怒气冲冲的盛南 以及那种六品林控师 林霄一手捏着东方开源的五黄战印 缓缓地向前走出 各位的话 我也听到了 盛南前辈 盛世强又出现变故 盛家想要探清所有可能的线索 与情与理 即便我闭关被打断 心底也丝毫不会责怪盛家 林霄一脸理解的说道 不过 方才我回到万象阁交易场后 丝毫未离开半步 想必各位 也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吧 盛南等人脸色一阵难看 哼 我们走 盛南愤怒地甩了甩手 虽然盛家不仅只有他是九重五军长老 也有不少长老带人四处查探可疑的线索 甚至已经有人去通知组长 但盛家出现如此巨大变故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浪费在这里 既然林霄没有离开万象阁交易场 倒也没有与林霄有直接关联的可能 盛南也暗叹 是自己想多了 至于林霄与那恋化盛世强蒙面黑衣人的事情 也不用现在来解决 曾康也深深凝视了林霄一眼之后 而后便是随着盛南等人一起转身 恭送盛南前辈 希望早日能够抓到真凶 林霄对着一群人说道 他的心中 则是暗暗捏了一把汗 还好他回来得早 否则 还真有可能会露线了 同时 他也不得不暗叹 这盛南等人 反应也够快 仅是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便把怀疑对象放在了他身上 第一时间率一批人马赶来 见得一群人转身 林霄心中长松了一口气 如此一来 倒也能够与这次盛世强消失之事 完全洗脱了嫌疑 咔嚓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林霄忽然感觉到 体内仿佛有什么破裂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丹田附近的天眼 再次出现在了他的感知当中 那天眼外围 似乎有一层封印被撕裂了开来 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 突然从天眼上散发而出 第896章 天眼第一层封印解开的动静 什么 第一层封印裂开了 林霄顿时神色大变 心中生了浓浓的惊骇 天眼上 有着他母亲的三层封印 据他父亲所说 唯有解开三层封印 方能简单的催动天眼 那第一层封印 早就有所松动 当初也正是因为第一层封印 松动引出动静 方才引来命运神殿的强者 那还仅仅是第一层封印 松动而已 如今 整个第一层封印完全被解开 那会造出什么样的动静 会不会再次将命运神殿的强者吸引过来 而更让林霄无语的是 此时圣家的强者才刚刚要走 天眼什么时候不破开封印 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发出动静 这岂不是在害他吗 诗 在林霄心经之间 可怕无比的气势 自天眼上散发 透过他的身体 向外释放而出 这股可怕的气势 释放得其快无比 而且一释放出来 仿佛就融入到了天地大道之中 并非像四面八方肆虐 几乎是同一时间 林霄便是感觉到 一股恐怖无比的威压 自天穷向他压下 如泰山压顶 整个身体动弹不得 仿佛整片天都要塌下来一般 令他的灵魂都要颤立起来 神吗 这一刹那 不仅是林霄 石金斗 万象格格主 圣南 岂康等人 身体纷纷都僵住了 每个人都被这恐怖无比的威压笼罩 每个人都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仿佛身体都要被压垮一般 此时 不仅是万象格交易场 方圆千里的圣市城 乃至圣市城外 方圆无数里 都如天鸭顶 恐怖无比的威压 仿佛来自天地大道 犹如要天塌地腹 所有人都被这股莫名可怕的威压笼罩住 动弹不得 令天地都要湮灭般的气息 充斥所有人心头 天地犹如在站立 虚空仿佛在颤抖 所有人都在心惊胆战 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恐惧 这到底怎么回事 圣南心中惊颤无比地道 这股威压 比武皇威压还要恐怖无数倍 他实在是想不通 圣市城 怎么会出现这么恐怖的威压 刚刚有那么一刻 给他一个错觉 仿佛是从身后的林霄身上散发出来的 不过 他可以肯定 这绝对是错觉 林霄绝对不可能释放出这么恐怖的威压 就算是武皇 也绝对做不到 只不过 奇怪的是 这令他都窒息般的恐怖威压 实力比他弱的人 竟然都没有被压死 就连低阶武军 武尊 乃至实力更弱的人 都没有人以被压的弊命 按理说 连九重武军境界的 他都被压得如此窘迫 实力弱的人 都会被压得粉碎湮灭彩世 这股威压 实在太过奇怪了 岑康 石金斗 万格主等人 也同样惊骇无比 到了他们这个实力 已然很少人能够光靠威压 就让他们畏惧难动了 这股威压的可怕 简直超乎他们的认知 这恐怖的威压一出 整个喧闹的盛世城 也顿时便安静了下来 不过 威压虽然可怕 但仅是刹那的时间 便消失得干前净净 可这刹那的时间 对于盛世城内的所有人来说 度日如年 仿佛在鬼门关走过一劫一般 所有人都纷纷忍不住抬头 愣愣地看向了天穷 心中的恐惧 还难以消散 他们不知道威压来自哪里 来自何人 可刚才这一刹那 所有人都仿佛觉得自己弱得就像蝼蚁一般 若是对方真正出手 他们难逃一死 这到底什么情况 持金斗难以置信地望了望林霄 刚才 他明明感觉到 这股可怕的气息 像是林霄散发出来的 但 那可怕的威压 明明是自上方笼罩下来的 这突如其来的气息和威压 太过可怕了 难道 是武胜强者 持金斗心中暗暗猜测到 不少武军强者心中也暗暗猜测 灵霄被心已是满是大汗 这天眼闹出的动静 也太大了 但好在 一出现就融入了天地大道之中 而且也太过可怕 如此一来 就没有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当然 也庆幸这威压虽然恐怖 但也没有无差别笼罩 而是让每个人都还能够承受 否则的话 恐怕整个盛世城 都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而且 这威压笼罩范围 连他都不例外 自己都有可能被压死 若是被体内的东西释放出的威压 把自己给压死了 那可真是死得太讽刺了 待得过了好一会儿时间 那威压再没出现 众人心头 方才纷纷暗松上气来 缓过神来之后 这时无数人才将这股威压 与盛世强消失联系了起来 盛世强消失 定然与方才的动静有关 不过 没有人在敢谈及此事 即便是圣家的人 都闭口不谈 将所有人都召集回家族内 他们都很清楚 无论是有人炼化了盛世强 还是用特殊宝物收了盛世强 那股威压 无论是强者散发出来的 还是宝物散发出来的 他们圣家 都无人能挡 对方一个念头 别说他们圣家 恐怕整个盛世城的人 都会灰飞烟灭 现在再去查探线索 就算查探出来了 也只会让自己陷入险境 唯有等圣皇和众武皇回来 方能定夺 当然 圣家在整个盛世强消失后 第一时间便派出强者 动用虚空剑前去通知圣皇 而这次动静 又派出一艘虚空剑前去禀报 圣世城内的其他人 大量人马 恐慌地离开圣世城 也有人认为那盖世强者 或者持盖世宝物的强者 应当只是震慑 不会动手 方才留在了圣世城内 而且 离去的那些武皇 应当很快会返回 不过 不可否认的是 整个盛世城 处于一阵惊恐当中 林霄与子林等众人 接留在了万象阁交易场内 万象阁的众人 除了被派出查探消息的人外 其他人 都聚集到了交易场内 开始各种猜测和商讨 而罪魁祸首的林霄 则是安安心心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内 开始镇定地修炼了起来 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这根本不是有什么盖世强者 或者 有人持重宝闹出的动静 盛世城 不会再有这种威胁 不过 为了避免受嫌 他也没有多说 而本以为要盛世城要平静下来 待得次日之时 一道惊人的消息 便是传入林霄耳中 第897章 圣黄虚 蒙面黑衣人 把一群武皇引到了一个神秘的古迹 圣黄虚 传言 圣黄虚可能是一片古战场 也可能是一个武圣强者的目的 唯有武皇才能进入 里面有着成就高尖武皇 乃至将来成圣的机缘 东南欲所有武皇 都为之心动 也是东南欲所有武皇 一直以来最为关心的古迹 只不过 无数势力 打探了无数地方 都丝毫不见圣黄虚的踪迹 而这次 那神秘的蒙面黑衣人 直接把一群武皇引到了圣黄虚 借着一群武皇合力 将圣黄虚打开 而后 所有前去的武皇 追击着那名蒙面黑衣人 进入了到圣黄虚内 圣黄虚关闭 也不知道多久才会再次打开 不过 据猜测 极有可能 是数月到数年时间 听的这个消息 林霄心中又惊又喜 惊的是 东南欲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那名十人族强者 居然发现了这个地方 不单单是炼化大片圣氏墙 还将所有武皇引去 借助一群武皇之手 打开圣黄虚 那时人族强者 也太神秘和强大了 起的是 除了八大宗门 还有武皇外 三十七大武皇势力 所有武皇都进入了圣黄虚 他再也没有了来自司空剑 圣千语 乃至形皇断皇等人的威胁 他有武皇战印 还有半部武皇战力的蓝师魁 以及万象阁壁户 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威胁到他 当然 联手 或者高阶灵控师偷袭除外 但毕竟并非所有势力 都与他有仇 有些甚至还与紫皇交好 而且还有万象阁 这个武皇都不敢轻易得罪的 商会做后盾 想来也不会有太多势力 会联手对付他 甚至 若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 他还可以找那些家族的麻烦 而要说威胁比较大的 就是那位六品高级灵控师 灵控师的攻击 悄无声息 说不定什么时候给他来个控审 不过 若真是威胁到他 他也不惜捏碎武皇战印 将其掀灭了 只是不知道 东方开源的武皇战印 会不会听他的话 将那名六品高级灵控师给击杀了 但将其重创 想来应该没问题 而真正的大威胁 还是林建宗 林建宗若是出动武皇来对付他 那他可就危险了 毕竟 他现在没有了紫皇灵霄等人的保护 因此 他心底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准备拿下会晤中榜的名额 进入圣事官之后 他便前往枪龙宗 以他的天赋 和枪龙宗宗主对他的庇护 想来枪龙宗应当也不会拒绝 当然 没有武皇作证 三十七大家族 恐怕会有些动荡了 只不过 圣皇戌内的武皇没有出来 就算是有冲突的势力 恐怕形势都会有所忌惮 至于与相应势力有过节的八大宗门会不会动手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 这些事情 已经不是林霄关心的问题 而在石金斗跟他说了这个消息后 又紧跟着说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消息 被中断的会晤中榜 继续 而且 就在今日 这是由盛家提起 各大势力代表附和做出的决定 主要原因是生怕有八大宗门的其他武皇携带其他弟子 或者其他势力 前来威逼圣家开启圣史观 影响会晤中榜的名额 林霄也不得不惊叹 圣家虽然针对他 但对于其他事情 还算公正 行事起来也颇为利索 而听到这个消息后 林霄便与石金斗 万象格格主 以及紫玲玲湖等队伍 前往了圣市城广场 这一次 万象格带去的人马 多了数倍 其中 不乏九重武军强者 圣市城广场 人群再次聚集 不过 因为圣市城的变故 以及会晤中榜已经差不多走入了尾声的缘故 围观的人群 已然大大减少 甚至连37大家族的席位 都空了不少 整个场面 已然由当初的数十上百万人 就减到了十几二十几万人 即便是林霄和林家的队伍 也并非入座到原来的席位 而是与万象格的队伍站在了一起 以防不测 圣家 也没有再顾及这些礼节 而圣家入座主席位的 则是一名陌生的老者 这老者的年龄 恐怕已经有一百多年纪 头发苍白 老太隆忠 身上丝毫没有半点气息一出 不过所有人都知晓 此人定然是一名高手 那人是圣须 是一名半步武皇强者 近几年都在闭关 因圣事成变动 早些时日已经出关 一直在外查探消息 今日 竟然亲自来主持会晤了 持金斗对着林霄缓缓介绍道 半步武皇强者 林霄眉头微微一皱 不过 并没有太多的忌惮 他有半步武皇战力的蓝师魁 就算是半步武皇强者 想要对他动手 也奈何不得他 更让得他忌惮的 还是圣家席位后方 与圣南站在一起的岑康 在他看向圣南和岑康两人之时 两人的目光 也不善地朝他看了过来 嘴角上还泛着冷笑 这让林霄隐隐觉得 对方似乎有什么阴谋一般 圣家不止是一名半步武皇 背后 还有一名半步武皇 那人是圣皇亲弟弟 圣千诚 踏入半步武皇已经有数十年了 持金斗又介绍说道 不过 如果圣千诚踏不出那一步 恐怕受限已经不多了 最近就算圣事成动静再大 也没见得他的踪影 林霄心中危惊 圣家果然是大家族 有一名四重武皇不说 竟还有两名半步武皇强者 其他武皇势力 恐怕都没有这样的底蕴 此时 圣须旁边 那名裁判老者 对着圣须低语了一声 而后圣须点了点头 环氏向了众人 开口道 各位 圣事成变故 想来诸位心底也清楚 虽然圣事强遭悔 但圣家 也不会耽误了东南狱青年会晤 族长宇珠皇进入圣皇须 今日便由老夫来主持 昨日未完成的会晤 今日继续开始 进入前十五者 便可进入圣事观 听得圣事观三次 不少参战的青年目光都火热了起来 即便是林霄 双目也是露出了西季的目光 东南狱青年会晤 说白了就是为了这圣事观的名额 圣事观与圣事墙一样久远 存在了万捕岁月 里面留存的功法或者宝物 或者宝物难以估量 就算是他也心动不已 他也很好奇 他进入圣事观 会得到什么的宝物或者功法武器 第898章被中断的阴谋 贵物的规矩一概如前 现在贵物开始 圣虚化音落下贵物继续 此时圣家的那名裁判老者上前 开口到第一位 由前一轮排名第三的胜利 进行挑战 第一个上前挑战的便是胜利 这倒不是圣家偏袒 而在阳修之后 原本就轮到了胜利 胜利月入师台之后 目光在林霄等人所在的万象阁 看了过来 然后开口到屈伤 屈伤眉头一皱 然后开口到认输 对于屈伤认输 在场的众人都并不觉得稀奇 屈伤败过櫻木之首 櫻木又败于胜利之首 屈伤不是胜利的对手也很正常 驾一位 离人仇 裁判继续朗声道 声音显得公正无私 离人仇上前 挑选枪龙宗陆楚优 离人仇催动摩体 与陆楚优一正一摩大战了一番 最终取胜 震惊当场 一重武军战胜强大的三重武军陆楚优 离人仇的跨街战能力 除了灵霄之外 无人脾及 驾一位 灵霄 裁判此话一出 无数人的目光 聚集在了灵霄身上 灵霄也感觉到 前方 仿佛有狼一般的目光 在盯着他 灵霄 小心岑康 我们圣家愿意花代价 不惧你的武皇战印 正当灵霄走出万象格所在的位置后 不远处十台边缘上的胜利 忽然对着他传音道 灵霄眉头立皱 岑康 真要对他动手 圣家 已经做好了应对武皇战印的准备 刹那之间 灵霄连忙那枚武皇战印捏在手中 岑康要动手 就算圣家准备好了应对手段 也要捏碎 到时候将事情闹大 万象格也好替他站台 是 这个时候果然有一股灵石 朝着灵霄的眉心冲来 灵霄一惊 手中的令牌 当即就要捏下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灵霄便又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灵力 附在了他的眉心前 将那股灵石直接震散了开去 紧接着 石金斗的传音 便是传入了他的耳中 无需捏碎武皇战印 我们万象格内 也有六品高级灵控师 灵霄一惊 万象格内 竟然也隐藏着 六品高级灵控师 而且 这阻拦控神的灵力 让他有种熟悉的感觉 上一次 岑康想要对他控神 似乎就是这股灵力 将其震退出去 而并非是东方开源的原力 难怪连武皇都不敢 轻易招惹万象格 万象格内 竟然还隐藏这样的 灵控师高手 其他高手 恐怕还不少 刹那之间 灵霄止住了手中的动作 没有将武皇战印捏碎 一旦捏碎 那就不能浪费 便要与圣家的底牌一起消耗 事情也将会闹得更大 圣家把持着圣石关 他想要进入 麻烦也会更大 既然万象格内 有六品高级灵控师 高手随时保护他 那么 他也不用再担心被控神 此事 在时可以拖一拖 日后再找 陈康和圣家的人算账 同时 他也感觉到意外 作为圣家天才的胜利 居然会告诉他 圣家想要对付他的事情 另一边 感受到那强大的灵力 将自己的零食震散 陈康心头大惊 目光在万象格的人群 扫了扫 而后又在后方的人群 扫了扫 并未发现 有可疑之人 陈康的眉头 不禁深深皱了起来 圣虚和圣男也觉得有些不对劲 朝着陈康看了过去 两位 控神灵霄的计划 恐怕要改变了 陈康对着两人神识传音道 灵霄背后 有不若于我的灵控师保护 我下不了手 上次出手将我的灵石震出来的 不是东方开源 而是他 不若于你 两人震惊 目光皆朝着万象格扫了过去 难道 他们背后 也有一名六品高级灵控师 圣男精问道 曾康点了点头 神色凝重地道 此人的灵力 绝不弱于我 甚至 都有可能远在我之上 六品高级灵控师 同阶之下 实力也有高低之下 就如原力一般 虽然他一直以来觉得 自己的灵力达到了 这个境界的巅峰 但这次 他几乎可以肯定 此人 必然在六品高级灵力境界 战力绝不弱于他 否则不可能那么及时地 轻易破掉他的控神攻击 至于七品灵控师 几乎不可能 整个东南域 还没有听说过 有七品灵控师出现 否则早就明动 整个东南域 亦或者被其他武皇发现了 唯有他心底最清楚 冲击七品灵控师有多难 他已然冲击了数次 消耗数十年 结果都是失败 这样一次 还差点陨落 万象阁内 绝不可能突然冒出 一名七品灵控师来 胜南和胜须眉头 皆是一昼 万象阁还有一名强大的 六品高级灵控师 那么 他们对林霄的计划 便无法奏效 如果完全撕破脸皮 显然对他们整个胜家的名声 都影响巨大 甚至将来还有可能遭到 紫黄灵霄 以及东方开元等强者报复 有万象阁坐后盾 让他们也非常忌惮 灵霄之事 事后在意 先解决圣事官的名额 正须最终说到 正南和岑康基点头 当然 除了圣家的人和 灵霄一方的人之外 其他人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见得灵霄停顿了一会儿之后 缓缓走上了十台 不知道林霄会选择谁 十九名 还是其他人 除了十九名之外 似乎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 林霄应该会选择十九名吧 打败十九名 就提前夺下了会晤中榜第一名 如果十九名没有更强的底牌 恐怕也不是林霄的对手 毕竟 同为四重五军境界的杨修 都败在了林霄手中 就看十九名敢不敢接战了 我怎么觉得那离人仇更加强大 上一轮离人仇虽然直接认输 但这一轮 难不保离人仇会挑战林霄 这一轮 他还有机会 一阵阵猜测的声音四处响起 所有人都十分好奇地关注着林霄 在很多人看来 林霄已经是会晤中榜第一 除非再有更加妖孽的黑马出现 而这个黑马恐怕也只有四重五军境界的十九明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 离人仇的实力更加强大 第四轮会晤出榜排位战 离人仇虽然直接对林霄认输 但并不代表他没有足够的实力 每一轮都有很长的时间调整和进步 第五轮离人仇还有挑战的机会 或许离人仇是要等到最后发力 力争会晤中榜第一也说不定 此时 林霄的目光 在一群青年身上扫过 最终定在了一人身上 双眸中隐隐泛起了一抹杀意 第899章进入盛世关 焦笛声 上来一战 林霄冷声道 绝刀宗任金华 将子龙击杀 然而任金华又被斜牙杀死 他想报仇只能找同门的萧笛声 萧笛声与任金华如同出一辙 都是绝刀无情 下手凌厉 直接将对手斩杀 既然如此 那么他便也无需留情 当然 他也担心 萧笛声不会应战 毕竟杨修都死在了他的手中 但 若不挑战 恐怕就没机会了 总该要试一试 听了林霄的话 所有人纷纷吃惊 林霄的选择 都不是他们所猜测的19名 不过想到子龙死在任金华手上的情形 一下子就明白林霄想要干什么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萧笛声 他们也很好奇 萧笛声会不会接战 萧笛声眉头皱了皱 然后开口道 认输 众人一阵唏嘘 萧笛声果然还是认诵了 八大宗门的弟子 也有认诵的时候 在林霄之后 又一回挑战开始了 接下来的战斗 也不乏精彩 只不过 在无人挑战或接战林霄 即便是19名 再败在骊人仇手上之后 直接对林霄认输 骊人仇也没有再挑战林霄 而原来修为仅有九重五尊的灵虎 在与庄园战斗之时 险境突破 踏入了五军一重境界 实力大掌将庄园一招击败 不过 由于突破得晚了一些 林虎已经败了不少人 最终排名 只排在了第十三名 左右场次结束后 胜须站起身来 宣布到东南域七年会晤 最终排名 第一名 林霄 第二名 离人仇 第三名 陆楚幽 第四名 摩岩 第五名 萧笛声 第六名 十九名 第七名 子灵 第八名 明雀 第九名 胜利 第十名 鹰木 第十一名 驱伤 第十二名 陈龙 第十三名 林虎 第十四名 庄园 第十五名 求寥 健在 十五人 前去圣士官 正虚化音一落下 众人阵阵喧闹的声音响了起来 林霄便是随着万象格众人 一同随着人群前往圣士官 圣士官 坐立于圣士城天北位置 与圣府相连 很快的时间 林霄便是随着一群人 来到了圣士官的位置 眼前 只见一个庞大而低扁 犹如巨壳一般的古老建筑折服在地面上 这低扁建筑 四木飞木 四铁飞铁 乌色古朴 表面岩石 一看上去就让人觉得有种庄严古老的感觉 此时 在圣士官的周围 已然有着不少圣家强者围在周围 这些强者中便有不少九重武军 所有人都清楚 圣士官 只有古灵在二十五以下的青年才能够进入 故此 倒也没有现出骚乱的情况 否则的话 就算圣家有再多高手 没有武皇在场 恐怕也拦不住 而七年一辈 有圣须这样的半部武皇 和一批九重武军强者 想趁机进入的话 恐怕都被圣家的强者拍成肉泥 贵物中绑十五人 到圣士官前 其余之人 退出百战外 文言 围观的众人纷纷退到了百战外 他们很清楚 就算帮助自己的后背趁机抢到名额 出来后 还会遭到圣家和各大士力联合追杀 还会因此给家族或身边的人引来祸患 因此 就算这次没有武皇在场 也没有人敢逾越雷池半步 万象阁的人群也立在了百战外围 百战的距离 对于一名六品高级林控师来说 并无大碍 若有人敢动林霄 他们随时可以出手 戴德石金斗等人点头后 林霄方才与子林林虎屈商等人 一同走到了圣士官进前 与其他会晤中榜上的青年 站在了一起 林霄随时保持着警惕 以免圣家在这个时候忽然对他动手脚 好在 圣家并没有出手 圣士官 开启 圣须一声令下 将一枚黑色的钥匙 打向了圣士官 圣士官上 一道黑光忽然激发而出 笼罩向了站在近前的15名青年 而后 眨眼的时间 15名青年 便是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一把钥匙 便是从圣士官弹飞而出 回到了圣须的手中 而那圣士官 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根本没有门户打开 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人群一阵疑惑 就连在场的九重武军强者 都不知道15人具体是怎么进去的 圣士官 不用施展任何天赋法武技 就会自动选定最为合适的功法武技 或者宝物 这一次 不知道会有什么宝物 或者名传东南域的武技出世 得到什么 都融入了他们的脑海 或者收入储物界当中 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得知 只有等到几个月或者几年后 才会慢慢传出来 那也不一定了 武皇不在 或许 人群纷纷好奇的议论 不过议论到一些敏感话题之时 都没有将话说出来 他们都很清楚 圣士官中所得物品的珍贵 无论是宝物还是功法武技 将来都能够明正义方 甚至能够靠其踏入武皇境界 让人不动心 那绝对不可能 若是在以往 进入圣士官的青年 都有武皇保护 其他人想动手都没有能耐 但这一次不同 若是没有足够的强者保护 恐怕 有人不少人会暗中出手抢夺 毕竟 圣士官内的东西 实在太诱人了 与此同时 圣士官内 是 林霄只感觉眼前一黑 整个人便是出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虚空当中 他的神识 都无法查探到一帐外的地方 这就是圣士官内部 林霄一阵吃惊 这圣士官 就仿佛出现在另一片陌生的世界当中 这里 除了漆黑 似乎 什么都没有 但这片空间 仿佛是浩瀚无穷的咒语虚空一般 给他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 而且 他没有催动丝毫原力和灵力 整个身体 就漂浮在了虚空当中 再者 他赫然发现 即便是催动灵力想要移动 也根本动弹不得 就仿佛 被这处黑暗的空间束缚住了一般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林霄心底甚是怀疑 这里应该不仅仅只是流传功法五技和宝物的地方吧 同时 他也很好奇 早便听说 这圣史观 会根据一个人的天赋 赐予里面最为合适的东西 不知道 他会得到什么 原力功法五技 灵技 还是宝物 师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便突生 第九百章天魔掌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 忽然朝着林霄弥漫而来 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 笼罩在了他的身上 刹那之间 林霄便是感觉到 整个人仿佛就要被湮灭一般 这股威压太过可怕了 我不会雨落在这里吧 林霄心中一阵骇然 他很是怀疑 这里 到底是不是流传宝物功法的地方 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股意识 忽然涌入到了他的脑海中 他身上那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散去 毁天灭地般的气息 也消失殆尽 这时 林霄心下方才放松了下来 只是传入功法五计而已 并非真要遇到什么大恐怖的事情 这是什么功法五计 林霄又惊又喜 一股功法意识而已 居然能产生如此恐怖的气息 想来这功法五计 应该极为可怕 越是可怕 他的收获就越大 天魔掌 触探到这股意识的时候 一股信息涌入他的脑海之中 这套五计 竟然是一套魔修功法 神秘莫测 恐怖无比 等级难明 总共 只有两事 第一是 明曰灭世 一掌出 毁灭世界 生灵涂炭 第二是 灭天 毁天灭地 光光看描述的信息 就觉得十分可怕 而且 在触探了解到这五计的一刹那 这天魔掌五计 竟然不由自主的在灵霄的脑海中演化了起来 他的脑海一时世界中 一道黑色的手掌演化而出 黑色手掌如天魔之手 一掌拍出 天摇地动 无尽的黑暗笼罩天地 整个天地犹如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无边无际的魔气 似汪洋大海 笼罩十方天地 整个脑海中的影像世界 漆黑无比 黑得犹如圣石棺内 伸手不见五指 万物生灵 仿佛都被毁灭在了这黑暗当中 林霄心头震颤 那黑色的手掌 实在太可怕了 一掌出 当真如在灭时一般 恐怖无边 而让得他更加惊骇的是 在脑海中演化这一掌之后 他的身体 仿佛被控制了一般 他的身上滔滔滚的魔气汹涌澎湃了出来 幽天魔宫不由自主地运转了起来 滚滚魔猿 从幽天魔宫第一重 长到了第三重 紧接着 魔猿还在暴涨 他还未修炼成的幽天魔宫第四重 竟然就在这一刻打通了 等于是被动修炼成功 这还不止 他幽天魔宫第五重 下一刻也被动修炼成功了 是 而就在这一刹那 林霄的丹田 练出了第八层混沌 修为从七重武尊 突破到八重武尊境界 八重武尊催动出的 幽天魔宫第五重魔源 已经磅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而这些魔源 不由自主地被调动了起来 按照他脑海中涌入的 那股天魔掌武技意识方法 在他体内的神秘脉路运转了起来 通过他身上的无数经脉 涌入他的左手手掌当中 而后 他一掌向前拍出 轰猛龙 虽然眼前一片黑暗 但林霄便是感觉到 整个空间仿佛在颤抖 仿佛有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有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向前拍了出去 无尽的魔器笼罩向前方 这一掌 与他脑海中那一掌极为相似 只是在盛世观空间内 太过黑暗 让他无法看到前方的场景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八重五尊催动幽天魔宫第五重的魔源 全部被抽光 整个身体顿时间就松垮了下来 没了一点力气 不仅如此 还因被抽得厉害 身体遭到了反噬 一口鲜血 从他的口中喷出 整个人受了不轻的伤 若不是有灵力可以支撑着 林霄都只觉得 整个人瞬间就要倒在了这盛世观内 这一刻 林霄心中惊骇不已 这盛世观太过神秘了 传授给他的武技 在他脑海中能够演化也就罢了 竟然还能够带动他的身体运转 将那一掌施展出来 让他成功施展出了一次 这就等于是祝他将天魔掌修炼成功了 而且 施展这一掌 竟然需要如此恐怖的魔源 直接带动了优天魔宫催动魔源 他仅修炼到优天魔宫第三重的魔源不够 还连带着他脑海中第四第五重功法 都成功催动了出来 他的修为 也随着成功催动出第五重优天魔宫而突破 突破后的优天魔宫第五重魔源 方才勉强足够施展出了天魔掌 在施展之后 他体内魔源被抽的一干二净不说 还略显不足 让他反噬受创 可以想象 这一掌的威力有多强大 天魔掌第一是 灭是 林霄心中震惊无比 这一掌 还只是天魔掌两世中的一世而已 第二是灭天 他都想象不到会有多恐怖 不过 他可不敢去查探那相关第二世的信息 生怕再触动第二世 若是再被动施展出第二世 他的身体绝对承受不了 噗 最终 林霄还是支撑不住了 眼前一黑 整个人便晕倒了过去 与此同时 盛世观外 轰朦胧 大地一阵颤动 众人眼前的盛世观 居然摇晃了起来 什么情况 所有人纷纷大惊 盛世观摇晃 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难道 盛世观内出现了什么变故 郑虚等盛家的众人皆纷纷皱眉 这种动静 他们也没听说过 难道 是有人得到了惊世骇俗的传承 或者 得到了惊天动地的瑰宝 郑南疑惑到 郑虚也摇摇头 表示不清楚 不过 心底却有这种猜测 听得盛南的话 围观的人群也纷纷热议了起来 有些人甚至露出了火热的目光 如果是重宝 那要说最有可能得到的人 恐怕非灵霄莫属 如果要抢夺 那目标 就更为精准 当然 就算是传承 功法五纪 他们同样也心动 盛世观内的功法五纪 虽然是根据个人天赋赐予的 其他人难以修炼 或者无法修炼圆满 但强大的功法 谁都想试一试 此时 盛世观内 黑暗的虚空中 一个天生愁眉苦脸像 却一幅风轻云淡的青年立在那里 其双目 仿佛洞穿了整个地方一般 此人 赫然正是离人愁 盛世观 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 今日便可以大收一番了 离人愁轻叹 双目中 隐隐有亮光闪烁 从此 我的实力 便可以突飞猛进 随即 他的目光中 又隐隐闪过了一道冷意 不要让我知道 是谁毁掉了我的产业 把盛世墙给毁了 否则 这笔账 定要找他翻倍算回来 说吧 离人愁的身体 在黑暗中闪过 向盛世观核心位置移去 此时 若是有其他青年发现 他能够移动 定人是吃惊无比